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殷勤不定的 说吵架就吵架 我承认我的脾气是有一些急躁 但也没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有时我想和他很好的沟通 可是他总是不愿意 只要他有什么不顺心就特别暴躁 如果他一直不改的话 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我还要忍多久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曾先生31岁来自湖北个体 郑女士30岁来自安徽个体 欢迎两位 啥时候认识的 我们大概在六年多以前 他经常到我店里面来买东西 然后在这边吃饭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然后就日久生情 结婚几年 结婚大概六年 那就很快就结了婚没 对 来吧 说说吧 今天为何而来 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就是在结婚这些期间来 我觉得他的性格 不能包容人 比较暴躁 然后呢 还情绪不稳定 让我很难以接受 我觉得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觉得是不能相处下去的 他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才两个人商量好 到这边让老师们 主持人给我们评评理 谁先讲啊 我先讲吧 就他情绪不稳定 暴躁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在自己家里 吃饭嘛 他把脚伸得很开 因为在深圳那边夏天嘛 他鞋子也没穿 袜子也没穿 然后就脚离桌子很近嘛 但是我就好心提醒一下他 把你的脚收一下 这吃饭很不雅观的 你知道对着桌子 对着菜 比较影响胃口 然后我讲第一遍的时候 他没有听 他继续吃他的饭 他也不理我 然后呢 我就接着说第二遍 他瞬间就火了你知道吗 他就把筷子一摔 他的吼在一叫对我那里 然后就瞬间把他的脚 你知道吗 就直接放桌子上 你说多离谱啊 我当时觉得很过分很过分 让我觉得很不尊重人 听他讲的是这样 他就让你瞧瞧来发火 但是实际上 中间还有很多插曲 他说我脚很臭 他说你脚怎么这么臭啊 有脚气啊怎么样怎么样 你有脚气啊 怎么样 他在那里埋怨我那种感觉 脚气的话你吃饭的时候 对着桌子这么近 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你而已 他语气很不好 然后我是心里想 哎呀我辛苦了很久 我做了饭之后我想 你做了什么饭啊 心里很开心 包括一颗大蒜都是我剥好的 你只要在锅里炒了两下 就你做的饭 你自己剥了两盆蒜子 你其他的事情也没做啊 那你为什么把脚放在桌上 是什么意思 你当时你说了很多话呀 你说你这样就别吃啊 怎么样怎么样 他这样说我很烦很烦 因为他经常在生活中也会跟我说话啊 方式啊语气啊都很不好 听懂了 翻篇 饭桌事件 再说 还有一次玩游戏 就是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家里开建材店 因为有两个房间嘛 他在前面玩游戏 我在后面跟我朋友在后面聊天 他玩书了 他瞬间就发火 他说怪我在里面吵了你知道吗 我话都没跟他讲 他一怪我身上就莫名其妙 然后呢我那几个朋友就 看着他这样子就走了嘛 后来那个他就在屋里发疯 他把桌子上那个花瓶啊 或者那个什么电话机啊 全部都扔了滴上去 很过分的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把中间的 很不明其妙的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把中间 有些话讲清楚呢 他当时 反正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性格很不好 情绪很不稳定你知道吗 但是我玩游戏的时候呢 像个炸弹一样 动不动好像就马上就爆炸那种 我玩游戏的时候 他一回就喊我做这个 一回就喊我做那个 我心里就很烦 我心里的良心好吗 我喊你什么了 我心里喊你一次 我跟他说了很多事 我说不要好一下做这 一下做那一个 你有跟我好好说吗 你跟我好好说 我会听不进去吗 在台上就这么凶 在私底下来 好 行 为游戏也争吵 女生更介意的是 男生的暴脾气 暴躁和摔东西 性格很不稳定那种 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动不动都在叫 行 游戏咱们也翻篇 我听您还有什么 还有一次我在挂商场 我让他来接我 然后呢他就过来了 然后就骑个那种摩托车 后来我跟他聊天 不知道说了什么 莫名其妙就又生气了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 他是因为什么生气的 他就瞬间把那个油门 扭得好大你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旁边 还有很多大货车 包括人流啊 他完全不顾及 任何人的安全感 我觉得他就死尽 踩油门的脸 一下冲走的那种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个人就很极端 你形容就是 为什么就像讲故事一样的 我讲故事 我实话实说 你为什么不讲 当时情况是怎么样 他就数落我 我听他就很不舒服 我说你说话好一点 说怎么骑个车 也要这样说这话数落我 我就把油门扭大了一点点 但是呢 离合轻捏起来了 相信开过车的人都知道 这样车速不会往前很快的 我只是把油门扭大了 吓一下他 我说你说话注意一点 他吓一下我 你觉得我被你吓了的 你吓我了 然后我也不想听你多说 不行 我也很让人很烦感觉 我不想听你多说 我不想听你多说 好好好 这事咱就过去了啊 还有吗 还有就是说 还有一次 我说你看一下我买的衣服好不好看 他说 你这买的什么衣服啊 贵死了 又不好看 他瞬间把我的衣服 给扔垫上去了 你知道吗 他还把枕头 床上的枕头床单 往电视机上这样砸 很过分呢 我觉得这样子 你在这里总是说 那你那是什么态度啊 首先说 你那么暴力干嘛 你对我这样子 总是说情绪不稳定不稳定 你有没有生气或者是开心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是把我的心情表输出来的 我有这样对过你吗 当时我就好心受欲 我说你这个买贵的 我没其他 我没其他意思 但是他一跟我两个又争吵起来了 你怎么不把这些话 你那是质问的语气 买面的语气你知道吗 你那是好好说吗 对啊 我就说你买贵了怎么样 他就跟我两个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呢 我就很烦呀 我就扔了下枕头 我就觉得他无法沟通 好跟我说话 我不会这样对你的 你那是什么语气啊 回来就得烦 好 就我买衣服买贵了 直接把衣服扔垫上 你这么急着干嘛 听懂了听懂了 这个女方说男方不正常 男方说女方不正常 我问几个小问题 你直接回答我 我两个就是死循环 天天就是这样子 刚才你讲了几件事情 听起来都挺惨烈的 一会摔这个 一会摔那个 好像都摔了 我觉得现场比我说的还要恐怖 不 像疯子一样在那里 像精神病那种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这里 需不需要看医生 你这确实是拱人火啊 我跟您说话呢 来 我问您 好 主持人说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是说就这么几件呢 很多 还是天天发生 天天发生 几乎我们天天 都在那种争吵中度过 你说得太夸张了 怎么可能每天都这样 因为她在台上讲这么多 我也就是说几件 就是让大家能了解她的事情 我觉得她很不负责任 她每次说好好好 但是都不做到 我们在广东做生意 做小吃快餐类型的生意 我妈就是帮我们 做后续的工作 切菜的时候呢 就把手指给切到了 手指切到之后 她在旁边看到了 她说我帮你们去买药 因为我们还要做事嘛 我就说好你去吧 过了很长时间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 还没回来 她说再上厕所 上厕所都能理解是吧 过了一会 再打电话 她说还是在上厕所 我说你快点 我说你怎么不把别人的事放心上 好 再过了一会再打电话了 她说她说我不在这里的 她说在朋友家里 我说你怎么做事这么不负责任 至于我走的那件事情 我告诉你我想了很久了 那是最后一次才走的 但是你不能通过 我觉得我忍不下去了 我才走的你知道吗 但是你不能在正常的时候 你正常地走啊 你不觉得这样 你什么负责不正常 我已经忍不下去了 你听不懂啊 我们又没吵架 又没干嘛 不是 您指的忍是指忍什么 就是之前发生那些事情 让我忍不下去了 我觉得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恰恰就在婆婆的这个手 被切的时候 你看到了血 不是一点点 一点点 你不管一点点不是一点点 始终还是受伤了 还是在流血 是不是的 因为平常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甚至抽身离开的时间 你怎么没有时间呢 你怎么没有时间 每天都很忙 她说没有时间 我们做生意 我需要做主要的事情 她就在旁边收下钱 拿拿东西 她基本上都在玩 都在外面休息啊 逛街啊 或者走到哪里去散散步啊 你怎么能说你没有时间呢 你说得太奇妙淡写了 你把别人付出的所有 都看作为零啊 我怎么把你付出的所有 看作为零 你自己想想看 我告诉你 他生活中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自己 哪怕你从早累到晚 累死了 他都觉得你付出为零 不看到眼里那种 我怎么没看到眼里 你就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 这事实就是事实 而且还挑刺那种 有一次 他朋友在这里 跟他一起玩了一会 玩一会 然后他说回去坐一下 我说好了 我睡里回去吧 但是他回去之后呢 东西缺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睡里给我们拿一点过来 他说好好好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他还没过来 当时他客人都催我 催得很急很急 我就走回去看一下 他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去看 他还在那里跟朋友吹牛 哎呀 我都当时很生气 看到他这样子 我那是跟朋友吹牛吗 我跟你讲 你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我听到了 我说等会儿给你送过来 但我没有想到你的东西 那么快就用完了 第二 我打完电话以后 我手机就放在那里的 我手机是静音 根本就听不到声音 然后我朋友从老远过来 我不应该陪他一下吗 没有超过三十分钟 你朋友每天都见到了 难道我一天 直到三十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吗 你那个朋友每天都见到 又不是说 突然之间从某个远处而来 对呀 那有时候跟人聊天聊聊聊的 但是我没有超过三十分钟吧 你也不应该这样 每天做什么事情想吹吹吹 你不应该什么都不管 让我们做生意怎么办呢 但店里家里只有 一百米不到吧 他直接就从店里回来 没关不开了 我床里躺 我也不做了 就这种态度你知道吗 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 你那是干嘛 你威胁我 你每天可以打 你不做不做拉倒 我只要给你打电话 就总是让我打掉心音 你说我还能怎么做 我每天只要超过出去 只要超过半小时 电话就来了 每次都这样的电话就来了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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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孩子现在谁带 在老家 婆婆带 那你们俩在深圳干嘛呢 做那个小吃生意 就自己做啊 对对对对 挺辛苦啊 辛苦不重要 以后生活好才重要 说得真好听 咋了呢 没事 说得太好听了 你不要这样挖苦我冷笑我 不不不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你真的是为生活为家庭 你为什么不包容人呢 没有容忍之心吗 我都不主动跟你吵架 你怎么样还有包容之心呢 你平常把人家付出所欲 都看为零 不不 不 不 那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离婚呢 我想过 想过很多次 这就为什么没实施呢 他不同意 这个男人除了这个有点这个脾气暴 不宽容人之外 他有优点吗 目前看不到了 一点都没有了 没看到了 我还是要补充一句 我还是生活中归 他做了很多小吃 但是他都没给我做过 基本上在家里做饭 基本上都是我跟他做的 他都没给我做过一次 你还在说做饭 你让他锅里炒了两下 一样一样说过来呀 我还会经常给他洗衣服这些 他都没给我洗过 你给我洗衣服 那洗衣服 那洗衣服 往一丢就行了 你给我洗什么衣服啊 在生活中的小事 有时候他都喊我帮他做 拿鞋子拿下袜子啊 但我这些 我不喜欢指望别人 我都是这些事情自己做 拿下东西是值得提的事情吗 把他去脱头发这些 你不能说我 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格局 你知道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 你不能说我 你不能说我一幅四处是不是 接着我问你啊 你想过离婚吗 我没有 从来都没有过 没有没有 这个女人有优点吗 有 她虽然说懒了一点 但是 我懒 我是觉得我付出了所有 她看的我为零 我就不想做了 行 还有别的吗 反正其他我看都是很多优点 我没有 我就接受不了 她那点跟我说话那种 方式 其他我都能保证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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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了吗 你现在整个的仪态 都是吵架的仪态 就是你往那一站 就是一张吵架脸 那不是 我觉得我在台上表达的 跟我们平常吵架男 完全是表达了0.1 也就是说你吵架的时候 是比这个要厉害很多 不是我厉害啊 他比我还厉害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他装的你好 对 我只是说 这老师都在这里 我只是讲给大家听 好 明白了 其实我们看到了 妻子的这个 跟丈夫的对话方式 是一个叫点火式的方式 我明明知道 那有一颗雷 但是我天天 拿了一个打火机 在雷旁边玩 还逗他 你怎么不炸呀 点一下 你怎么不炸呀 砰 雷炸了 然后他说 你看 我说你是颗雷吧 你是用你无数次的 试错的方式 来激怒一个男人 这是我看到的 我只说我看到了 今天夫妻俩来这儿 说评理 既然要评理 咱们就让老师们 好好地评评理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们说 对自己爱的人毒舌 那是一种病 很显然 你们两个人 都患病了 从面上看 做丈夫的 你确实 殷勤不定 时不时暴跳如雷 你坦诚地告诉我 在结婚之前 你是这样的吗 结婚之前不是 另外 你是不是一个 不善言谈的人 不是 我会把心理想法 都说出来给他听 那么为什么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就不能和妻子 好好去交流呢 在每次发生争吵之前 我都会跟他好好说话 基本上 你不可能好好说话 因为你的语言 已经化成了一种行动 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发泄 但是作为妻子 我刚才很明显地感觉到 你也不是省油的灯 妻子绝对是 存在着语言暴力的 你有没有反思过 丈夫 她心中暴躁的恶魔 是怎么引出来的 当然这有她性格的问题 难道没你的问题吗 你们两个人 把孩子扔在老家留守 你们夫妻在城里吵架 你们尽到父母的责任了吗 把孩子扔给老人 把精力全部用在吵架上 我也承认 我们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夫妻 但是 这个世界上 可以有完美的磨合 你们努力去磨合了吗 你们现在都是进攻型的 能不能改一改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改了婚姻的状态 它也会改变 明白吗 郑女士我想问你一下 你怎么满身满脸的委屈不满 你的不满和委屈到底在哪里 我就觉得找这种 像人家说什么 男怕如常 你不怕家做狼啊那些 我觉得挺让人挺失败的 你知道吗 找个天天的争吵 自从度过的那种日子 我觉得越想越失败 可是你想一想 这个争吵是一个人吵吗 但中间我想过 我忍过他 我忍过他很多次 但是换来的就是得胜进尺 你知道吗 你对孩子的态度怎么样 孩子在老家 我们还是一样会吵架 我之所以不把孩子带在身边 是因为我怕他受到影响 还有理吗 你知道你身上有一个 特别大的属性是什么吗 叫做放大进攻能 你把你自己的付出 你自己的委屈 你自己的情绪 全部放大百倍甚至千倍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你刚才在数了对方所有问题 而这些问题恰恰你身上 每一个都有 你说他看不到你的付出 永远觉得你付出是零 同样你也看不到他的付出 你说他做饭 你说就吵了两下 那叫做饭吗 我问你一下 那做饭的程序是什么呀 那吵那两下不叫做饭 叫什么 洗衣服 你就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面 那你怎么不丢呢 你在说他数了他的时候 你也想一想 你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浑身是刺 你连别人夸赞你的时候 都要数了对方 人家刚说了两句 说他除了有点懒 接下来就要表达夸赞你的话了 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了 我夸你都没办法夸你 你现在平静下来 很好看 但是你在刚才只要一张嘴说话的时候 你的眉毛上挑 然后你露出一副 非常凶狠的那个彪悍的模样 怎么能不吵架呢 你现在肯定委屈又大了 你觉得老师们怎么能说你呢 我已经这么付出这么累了 我做着这么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 为了什么呀 你们怎么还能说我呢 你就是用这样的情绪 在抵抗和对抗 所有身边周遭的一切 你现在眼睛里面盯的 就是小吃点和他 而你最烦的就是小吃点和他 拜托你想想办法 让自己从这种 非常糟糕的情绪当中跳出来 否则你的人生除了抱怨就是抱怨 有什么意义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你们两个既然想好好过 我们就去找好好过的原因 我想跟先生说第一个 每个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在结婚最初 最想要的是浪漫的婚礼 漂亮的婚纱 她没有得到过 为什么 因为她不想给你们的家庭 增弦一些负担 所以她是真心爱你 才想嫁给你 不嫌弃你的经济情况 就是因为觉得你好 图的就是你踏实 你不踏实她绝对不会说 我们裸婚吧 我们不要办婚礼吧 所以一个女人 因为我们老家都是那种 在酒店里面请的客啊 不是像很隆重那种 我刚刚说的东西是想让你知道 她为你放弃的 而你再给我解释 你为她做的 彼此时间夫妻理解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她为你放弃的什么 而不是你要去告诉她 我为你做的什么 你们吵的不就是这个吗 老公我需要你理解我一下 我需要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东西 做小吃店不累吗 每天都对着笑脸对客人 各种琐碎的小事情特别烦人 所以她让你体会一下 她为这个家付出的东西 她不是让你跟她讲 说你就应该做 她让你说一句 老婆你辛苦了 所以男生我要不过了 在这里面我说过 在这里面我说过 如果你真的说过 就不会吵架了 同样回到妻子也是一样的 你懂她辛苦吗 夏天厨房高温 深圳外面四十度 厨房五十多度 容易吗 不容易 她脚放在那儿 怎么了 至于像你说的吗 瞧你的脚臭臭的那样子 我们都没法吃饭了 是老婆说的话吗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 想要好好过 都把自己那副表情收一收 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温暖 就首先给对方 她想要的关心 从今天开始 彼此多说温暖的话 少说嫌弃的话 这样才能把你们家过好 你们有梦想吗 以前有 现在就没想那么多了 以前的梦想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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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打赏 打赏 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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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吧 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的态度各方面 性格各方面 还是挺温和的 还是挺好的 但是结婚以后呢 我就感觉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我觉得我可以忍他一下 我认为就可以过去了 但是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 我觉得如果再站下去的话 我还不知道我能撑多久 反正我其他想法没有 我心里面一直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希望以后家庭 我们家里面能过得好一点 反正在我看来你很多优点的 我这里都就是希望以后说话的时候 那个方式能够注意一点 不要每次说话让我很难接受 我就只有这一个想法 其他的我都没有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这么理性的吗 老师没想那么多 你哪怕你这么说 你说我告诉你 你要再这样 我跟你离婚都比这样说好 对 真的 还有你 你是有很多优点的 又不是让你做指导员 对吧 自己的老婆说两句软话 喜不喜欢爱不爱心不辛苦 该说的不说 不该说的瞎说 好 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一看我们这对夫妻 做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男生不应该一味地让步 应该一起来讨论去解决发生的问题 一有什么问题 他就开始讲道理 说一些没用的话 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和他沟通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呀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安 21岁 来自山东学生 女嘉宾小王 22岁 来自甘肃学生 欢迎两位 你女朋友 对 谈了几年 谈了一年半 咋认识的 是同学吗 我们当时是在地铁上 然后他要了我的微信 然后就一起聊天 然后后来就慢慢就在一起了 不是大学同学 不是同学 我们两个学校离得其实还蛮远的 就是很偶然的 我问一句 就是一个女生加一个男生的微信 就是他问你要你加他 他到底是个什么心理 我一直很好奇这件事 就是他当时来问我要微信的时候 就是我很懵嘛 然后我就觉得他还不错 然后我就给他了 他一上来就是那种就是套路 可以说是现在那种套路吧 想明白了 对 后来慢慢可能就 确实被他感化了 你在地铁里问多二个姑娘要过微信呢 肯定不是第一个 对 对吧 这是第几个呀 算了 别回答了啊 这不好这不好 开玩笑 一年的恋爱谈起来 现在女生是要毕业了对吧 对 男生不想异地 是吧 对 女生怎么想的 说说吧 就是我觉得这一年 虽然说就是看起来一年的时间很短 但是我觉得过得特别漫长 因为就是每一天都在因为特别特别小的事情吵架 吵一晚上 吵到天亮 我真的很崩溃 特别崩溃 这就确实 所以现在正好要毕业了 借此就摆脱了更好 对吧 但是 但是 我以为她要说对呢 她怎么又探视了呢 就是因为她平常也是很好的 就我也很喜欢她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 也是快乐的 但是就是她的毛病实在是 就是我真的无法忍受 因为她是那种就是特别感性的人 然后她明明就是很没有理 她还就非要强加给你 她特别理性 我可能就是比较感性一些 因为我更看重我们的这个感情 她要去实习 去北京 或者是去上海 她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更加看重我们的感情 不是 你要实习了吗 我还没有 没有 你就让人实习去呗 对啊 这只有一年嘛 对吧 我就只是这一年 但是我可能接受不了这个异地恋 就我一年 我去北京 她马上就毕业了 她可以毕业之后来找我 一年的异地恋 为什么不能接受 我就 你们需要在哪儿 你现在在哪儿都说 在大连 北京大连很近呢 对啊 就很近呀 她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她就觉得说 我必须得在大连 我必须得和她待在一块 那不行 人家是有权利去实习的呀 对 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我主要是不想 接受这个异地恋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在一起 都可能会因为小事情 而吵个不停 如果在异地恋 见不着对方的情况下 肯定会有更多不好的想法 她尤其是也喜欢想三想四 事情会往一些不好的方面去想 然后每次就会因为这些 就会吵得比较恶劣一些 然后导致晚上 这是你们自己想象的 还是现实已经发生的呢 现实已经发生过 前一段时间 她去上海 去实习了两个月 然后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之间就也吵过两三次架 但是这两三次都是比较大的 当时就是我们约定好说 这个时间视频 然后但是呢 她当时就是说 她想跟室友去打游戏 你是觉得游戏比我重要吗 你觉得 什么叫游戏比你重要 当时我们在一起每天 基本上都会打视频 我是想陪你 但是我想用更好的状态去陪你 而不是说劳累了一天之后 带着一些很多负面的情绪 带到你身上 不是 你一学生 你劳累一天 有什么破情绪 还负面情绪 其实 你就说话不坦诚你知道吗 那会儿我就真的想 跟我室友打游戏 我玩劲上来 我想玩一会儿 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你告诉她 我需要空间 我需要距离 这个时候我就想打一把游戏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当时问她 可以 但是 如果我这样答复你 你会怎么做 那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就是 就把那个电话挂在那儿 我就听你们玩 我都可以 因为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就一个人 我可以 没问题啊 挺好的 那你就听着吧 我就觉得就这样可以 你就听着吧 但是就是她没有说呀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她就生气嘛 然后晚上也不回我微信 因为当时她在上海 我也比较担心她 所以这个事情 我就一直在跟她说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那样 然后她就会生气 讨价的时候 她就一个事情 她要翻来覆去地说 翻来覆去地说 我一会儿就觉得很烦 然后我就会关机 是 我是想去承认 我是去做错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也想跟她说一下 这没什么错嘛 这有什么错的嘛 你干嘛 你们这个恋爱谈得特逗 就 我对不起 我那会儿我就是想跟他们打游戏 可以吗 然后我觉得我哥们 我们在一起打游戏的时候 哥们老说一些脏话 你听了以后对我印象不太好 你还是别听了吧 就完了吗 解释完了吗 我打完游戏 一个小时以后 就找你会儿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再联系 可以吗 不是 主持人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不太就是了解 可能就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还比较小嘛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谈恋爱的方式 可能就是和你们那一辈人 就是谈恋爱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你们根本 这一刀查的 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对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谈恋爱 我不是 你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你们还知道谈恋爱 我觉得我没知道 你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就是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 你跟他过一辈子 你现在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们一个电话问题都解决不了 在热恋期的时候 怎么可能过一辈子 你打算跟他过一辈子吗 想 就是我只需要他改的是什么 我觉得问题的点出在哪里 就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 他怎么想的 就是我必须得按他的来 但是他比我小一年嘛 就可能他自己就是 对很多东西也不了解 我确实可能没有比你先接触社会 但是我对这个感情是很认真的 我想跟你想过未来 我知道 想过以后 我知道 我只是希望你改正 你懂吗 就是我知道你想 我也想 但是我希望你改正 行行行 我来问吧 我来问吧 你们别吵了 想过未来 想过以后 为什么不同意他去北京 因为我觉得在异地恋的时候 为什么异地一年都守不了 已经说了要娶他一辈子 为什么这个事就不行 咱一件一件事说吧 因为感情是会慢慢就会消耗掉的 就是因为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大连 只有一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吗 那还叫感情吗 不是说消耗不完全 但是肯定是会 每次经历吵架 所以这才叫真实 我害怕 一年要不然是你守不住 要不然是我守不住 这才叫真实的人 别在那儿说那个理想主义的话 你面对自己就好了吧 行 再接着说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因为他不是说了吗 就是说异地恋的时候 看不到我 他担心 那我回去可能就好了吧 然后我就从上海回来了 你不实习了 我实习完了 结束了 就回来了 对 我结束了之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有一次就在公交车上 我就问他说 我以后就是可以就是去吗 我还是在问他 征求他的意见 不是 你问他干嘛 就是我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 那我不能 不管不顾他的想法呀 我必须得 因为我们两个在 对 我们什么事情都商量 这些事情都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商量 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会有分歧 他想的问题太理性化了 他把这个去实习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自己的前途的发展 我觉得他这个规划里面 我没有看到我 他这个人吧 他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就像之前就是有一次 就是那天我去做微针 然后做完之后就是脸上就是有血而且很疼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公交车上 然后他朋友给他打电话 叫我们去玩 我就说我不去了吧 算了吧 他问我去嘛 我说不去 然后他就说去吧 我说算了我不想去 然后但是他当时就是直接答应了一个朋友 就说好的 我们来了 然后他就到那个站 他就下车了 我就跟他下车 下车之后我就发脾气 他就嫌我发脾气了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发脾气 没错 我也想问你为什么发脾气 就是我已经说了我不要去 因为我 你可以自己走啊 你跟我下车干嘛 就是吵着 你跟我下车干嘛 主持人可能这个不是我们平时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 他就把我拉下去了 对 因为无论有什么事情 都是两个人需要一起去解决 对 还有什么呀 姑娘 你把你们的苦恼一股恼说着 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小事 就还有一次就是 他前一天晚上答应说 陪我去考普通话考试 展宁杰写的说 我陪你去 本来是十二点考试 结果那天就临时就提前到十点了 脏了起来 我说咱们走吧 然后他说我起不来 我不去 然后我就生气了 他就觉得我不应该生气 他就跟我拜扯 你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小事 没有必要就是发了那么大的火 我就一直跟他说嘛 就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去 想得那么严重 我当时就是起不来 那就是我不对 他就过来说我不对 但是你这个态度有问题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态度 咱也不会吵架 他就觉得只要吵架就是我的错 行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回来之后 他就说养一只猫 我觉得不太实际 毕竟一条生命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不知道 没考虑好以后去哪 因为我想的是 以后到哪 就是这个养猫的事 我想的是通过养一只小生命 然后去把我们的感情能够就是平时 没有所谓的那么闲了 不会去吵一些小架了 关注点就会全部放在猫上 或者是有事情去干了 两个人可以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有共同语言了 一对说好了要一辈子的人 怎么谈了一年恋爱 就得靠猫来调剂的 不是说为了靠猫去调剂 我觉得他就是说虚的 他就是因为他喜欢猫 他养鹿猫 然后他想玩 所以他要养这只猫 就是说虚的 说什么 为了调剂两个人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需要这个猫 不是调剂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大学宿舍现在让养猫吗 就是我大四了 我已经搬出来了 我当时就特别斩钉截铁地说 我说这个猫真的不能养 咱们以后去哪都不知道 到时候带着他折腾 本来咱俩都够折腾了 还要折腾他 干什么呀就不养了 但是他就说 哎呀养这猫多好多好多好 就吵了一晚上 就为这事吵一晚上 对 那校规不都是规定了吗 他就说养在我这里 对 养在他那里 然后他平常来看的时候 可以 对 去看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去就是 凭什么呀 他不都要实习走了吗 对吧 反正像这些小事情 或者是一些 没有必要去吵的事情 我们会平时会因为他去吵 但也 但实际上并不是 这就论证了一点啊 并不是说 不是 这件事情就只论证了一点啊 因为你们不合适啊 合适的不会这么吵啊 虽然我这话说的不厚道啊 有泼凉水之嫌疑 你们听听懂爱情的 老师们怎么说 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 我和你之间是有代沟的 但我不明白 你们两个人是同龄人 为什么也有代沟 如果没有代沟 刚才这些很常态的问题 你们怎么会有 截然不同的认知和看法呢 对 这就说明你们两个人 也存在着代沟啊 你看刚才你们说的一个核心问题 女生要到北京上海去实习 我认为很正常很正当啊 这是你的选择啊 有什么错啊 你就坚定地去做就可以了 你顾及她的想法 你难道真的是 一日不见卢各山秋吗 绝对不是 为什么她会阻止 两个字 自私 要符合我的要求 符合我的生活 否则我就反对 因为我不想再吵更多的架了 吵架 在一起就不吵吗 你们在一起不是也在吵吗 这和异地有关系吗 你如果真的爱女生 她有这样的一种诉求 而且是正当的诉求 你都不能满足吗 那以后你们怎么做夫妻呢 所以我在想啊 你们两位现在脚踏实地一点 我们换位思考啊 我们降低期望值啊 我们把理性和感性的均衡度 我们去平衡啊 都可以做到 你们不妨去尝试一下 好吗 谢谢包红兄 我觉得你俩不会好好说话 也不会好好表达自己的意思 男生 你为什么害怕他去上海 去北京 跑了 对啊 你就直接说我害怕你跑了 我没这个自信 我不知道咱俩异地恋以后 你是不是到那边 就有别的男生喜欢你 我也看不着你 抓不着你 我怎么办呢 就说呀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而且不要把什么 吵架呀 矛盾啊 情感问题的锅 全都摔给异地恋 人家有那些异地恋好着呢 所以爱得不够 来支撑我们去进行这场异地恋 那我们就承认爱得不够 不要说我爱你一百分 但是让你做十分的事情 你都觉得不行 对女生而言是什么 揪住一个问题就说 你不爱我了 揪住一件小事 就要验证 我在你心里不重要了 谁没有一个 想要偷懒犯懒的时候呢 而且是你的时间变了呀 对不对 还有 你说游戏和我谁重要 你和游戏 一个人和一个东西 他怎么能相提并论 能去比较呢 他想要在这个时间去打游戏 那是他想要放松的 不是说 每天这个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节目 必须要这样演 如果不这样演的话 就证明不爱你了 就一天不视频能怎么样 那天就是 就是真的很想他 很想他 对 真的很想他 你可以说 很想他你可以说 你能不能再多陪我一会儿 五分钟 然后你再去打游戏 你不能直接就问 那游戏和我谁重要啊 你不就是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一招全是套路啊 地铁要电话 谁教你的 跟朋友打赌的 他是打赌 每个女生都是打赌吗 不是套路是什么 再来 不要过度满足女生的需要 这是套路之二 一旦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你就不听话了 所以可以偶尔答应他 但是永远要在爱情当中 占上风 第三 用动物来拴住你 他不是想走吗 不能让他走怎么办呢 在他家里放一个小动物 因为小动物 女生是有爱心的 不会随便抛弃的 所以放在他家里养 第四 阻碍女生的成长 刚刚莎莎老师说 你既然不喜欢 坦诚说啊 我害怕你走 我怕你到异地去 万一你对我变心了怎么办 不能坦诚自己的内心 一旦坦诚自己的内心 就让对方 占了你爱情的上风 所以步步为营 套路这个女生 没有在套路 有没有看过这些网络上面 所有关于怎么跟女生 谈恋爱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看过 但是这些 有还是没有 有 好了可以了 所以女生 爱情是爱情 是用心的 在爱情当中 不会步步为营套路对方 爱情是要希望对方成长的 你要去工作了 你好 你的好是为我们的未来打拼多好的事情 她都不希望你去 她是爱你啊 傻到头了 所以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男生 最后给你一句话 学来的套路永远不可能成为爱情 套路出来的爱永远是虚幻 只会毁了你自己 谢谢周老师 难得动这么大的火 来来来 米娜老师 小伙子觉得委屈 自己并没有觉得像周老师说的那么套路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 除了开始我要去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承认周老师说的所有事情 我确实看过很多 我确实很了解这些套路人的方式 所以我更知道外面的男生有多可怕 我跟你讲 你刚刚跟我说这点 我必须多跟你讲 你看了开头一定会把全篇看完 我是很了解 他承认了他了解 但是他觉得这段感情 我了解 但是没有这样这种方式去对他 我对他的所有方式 确实之后 你要最近就不会跟他计较了 就会让他去学习 让他去成长 我替男生说几句 的确不能够因为我们懂套路 就认为我们跟人的相处里头都在用套路 你可能看过这些 对 但是你觉得自己没用 因为在一起了以后用心就好了 要是用的是招数是套路的话 可能女朋友会觉得更舒服 或者是有苦说不出 对 其实如果真是套路的话 我们也就不会吵架 他会很舒服地跟我在一起 但是当这一切不是套路的时候 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你有多么的不自信 才如此害怕女朋友出去实习啊 因为毕竟我比他可能小一岁 比他可能小一介 他的一些就是在外面 这个前途的这个能力 可能就目前的我来看 可能会比他稍微差一点 没有他那样理性 你觉得你配不上他 是吧 对 其实这就是他心里想说的 我想他是爱你 但是不代表以爱为名义 做出一些错误的要求 那就是你必须得执行的 就像老师们告诉你的 你的成长很重要 如果有人以爱为名义 要求你不要成长 不要变得更好 那么你会听吗 而他提出这样的 让我们都觉得 有一些太过于狭隘的要求 从根本上来自于 他对自己的不确定 他现在啥都没有 你不知道出了社会了以后 他看到那一些 更成熟的职业人 你拿什么和他们拼 对吗 对 但你却忘记了 你唯一能够拼过所有人的 就是你们有过的感情 你们有过的日子 你们是相爱的 这一切就足以抵御 一切的陌生人 而会动摇你们这一份感情的 就是你的不安全感 就是你的不自信 当你每一次想拴它 它就一定想跑 你说你想养猫 你应该大概了解猫的习心 你越是想把一只猫 抓在怀里使劲地抱住 这只猫一定要逃 当你坐在一边 你看你的电视 你玩你的电脑 这个猫会过来蹭你 当他想跟你亲密的时候 他会亲密 当他不需要你 你却一定要抓住他的时候 他会翻脸给你一抓 女人也就是这样 你越想把他抓得死 可能对他来讲 他越觉得不舒服 他也很爱你 否则他也不会 在我们认为 不看好你们的情况下 他都要坚定地说 我们是爱情 我们要走一辈子的 光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你都应该放它 放他走 他不会跑掉 但你强拉着他 他会因为觉得不舒服 而跑掉 至于女生 你觉得你那么不开心 其实不是因为男生 不理解你 而是因为 你明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却做了 自己并不希望做的决定 你明明脸上打了美容针 不想见人 但当他要求你还是去了 你明明自己不想回来 但当他要求 你还是离开了那个公司 回来了 所有的你明明自己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当男朋友要求 当男朋友强求 你都会为了他做了改变 但做了改变之后 内心又不舒服 这说明的是什么呢 第一 你缺少坚持自己意愿的能力 就是你不敢对他说不 第二 你缺少变通的能力 一旦你做了违背你计划的事情 就此刻需要变通你的心态 咱千万不能又执行了 自己不想做的事 同时又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执行 你跟男朋友今天来解决的问题 其实也就是希望他能够告诉你说 我同意你去 我放心你去 并且以后我会追随着你 跟你到一起去打拼 这是你希望我们能够从他这里 掏出来的话 对吗 对 你能吗 其实我想说一个事情 因为当时他在上海实习这两个月 他一个女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真的是很不方便 平时会有蟑螂啊 或者一些 一些就是女生会很害怕的东西 小伙子 人生哪里有方便的 对 但是我想尽可能给他 你所有觉得方便的东西 他在我身边 在他真的很害怕 很需要我的时候 我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内 出现在他面前 我想这样 你用最短的时间出现 蟑螂也跑了 但如果他告诉你说 我这儿有蟑螂 你在忙着打游戏 你最快的时间 你都没有帮他处理问题呢 不要找这样的理由了 小伙子 你目前提供不了 给他任何庇护和方便 你应该在后头支持 而不是拉后退 异地恋和毕业之后 一个在工作 一个在学校 这样的恋爱 的确很容易分手 但分手的绝对不是因为 那一个步子迈得太快 而是这一个人在走的时候 后头一个人 使劲地拖着他 这样的你 会被人蹬掉的 不要再做拖后腿的那一个 你要心里笃定地 和自信地想 不就是几个月的事吗 几个月后我也会实习 我去你那找你 我们俩的感情 还敌不过这几个月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到你们这儿 怎么会处理成这么难了 支持他 好了 我不说了 谢谢米娜老师 你知道中年人 最愚蠢的事是什么事吗 就中年人最愚蠢的事 就是试图把道理 说给年轻人听 然后你费了很多口舌 他们还觉得你说得不行 所以人生需要自己体验的 有些娇真的要他们 自己去摔 米娜老师已经很给你面子 挤尽哀求地说小伙子 你让这姑娘去吧 潜台词是 你要不让她去 你真就留不住啊 还在那儿杠 你真要学会的是放手 让一个女人自己去成长 因为你也需要成长 学会独立吧 来 一起进入真情 没有什么样子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再那么 把你的想法缠加给我 我可以有自己思考 自己独立出去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你可以在爱我的同时 能再多理解我一些 之前的问题确实是我考虑的 没有那么清楚 也没有那么周到 很多事情我只考虑了我自己 跟这些老师说的一样 我确实很自私 之前确实不对 所以我想换一种 你认为好的方式去爱你 对于以后的方向 我还是要支持你 去理解你 很专一 所以爱你 爱个车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官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打招啊 打招啊 我们能去按照自己的医院去实习了吗 可以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我们的经纪 我们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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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怎么想想想想想想 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经约应用选择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 又请我们导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一起进入《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异地恋三年了 只见过一次面 现在我为了他回到了家乡 但前两天却被拉黑删除 被分手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还该不该再找他 你确定你们是恋人 正常恋人的关系吗 异地三年只见一次面 而且你为了他 能够回到你们共同生活的城市 他却把你拉黑分手了 只有一个原因 你是那个见不得光的人 所以别再犯傻了 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要再一次的谢谢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